今天是1月1日 新年開始逛山 我去到梅子林路 這一條路線比較熱滿中有帶點冷悶 因為我會走一條熱滿梅子林路 但中間我會經過一個比較少人上的山 叫綠巢山 首先我們乘港鐵來到大水坑站 然後在A出口看著馬鞍山純真中學一路直走 接著會有一條過河的橋 就會走到梅子林路 我們今天的路線 首先由梅子林路出發 就會去梅子林村 然後就會左轉上綠巢山 然後到綠巢山到處走 最後就會走到西貢的北巷 完成這個旅程 我眼前走的梅子林路 就出了名滿的 就是一條石屎路 彎彎曲曲 兜來兜去 由馬鞍山 庫安花園走到梅子林村 都要走25分鐘 大家可以當是熱身 不過這裡的好處是比較靜 所以可以洗滴一下心靈 走了大概20至25分鐘 視乎你的步速 我們來到梅子林村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要向左手邊走 轉過來左手邊 就是一條南式南岡圍著的橋 過了橋 我們繼續沿著石屎路向左走 其實今天這條路對我來說是有個故事的 三年前 當時不是用手機的地圖走山 我還在用香港地政總署的地圖走山 那時候你也知道香港地政總署的地圖 其實是無法展示小路的 其實當日不知為何 很神勇地想去釣手癌 看到地圖好像從這裡開始走 是有辦法可以去到釣手癌 所以我就決定 由梅子林路走上釣手癌 走到這裡附近 去到盡頭 發現沒有路 糊塗糊塗 找到一條路 就可以上山 上山之後 看到周圍真是萬里無人 什麼都沒有 後來都很害怕 不過最終問到 最後都終於去到馬鞍山 釣手癌是去不成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來釣手癌都很遠 那時候真的不懂 還有那時候 走到一個山頭 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那種恐怖 真的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你聽 後來去到某一個位置 才看到那個人 告訴我一邊去馬鞍山村 一邊去大金鐘的方向 我最終走到大金鐘的方向 就上馬鞍山 就回到西貢 那一夜都挺深刻的 後來看地圖 都以為自己去了鹿巢山 後來發現 原來那裡不是鹿巢山 是一個無名的山幽 真正的鹿巢山 後來好多年之後 才發現原來在另一邊 整件事都真的很奇妙 想當年來到這個水閘位 就覺得去找笨 這裏根本就是過不了的 對吧 但地圖上是有路的 所以當年 是死都不明白 可以怎樣過到去的 其實你看真點 閘的左手邊 是有一條小路的 但這條小路是有點危險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有繩子 可以爬這裏過去的 這邊是有樓梯下的 大家可以看到 沿著這條繩子 就可以爬過來這邊 這邊是有樓梯下的 過了一個水閘 走到大概50米左右 這裡有一條樓梯路 那裏似乎是有路上去的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 但看到有一條繩子 姑且試試 走到上面那條繩子 看看是否可以上去 那我呢 就由前面那條 藍色欄杆那裏 走了樓梯 這條路有點危險的 因為左手邊 是一個斜坡來的 那現在站著看上去 都好像很明顯有條路 那我猜應該走對了 我現在繼續上 那我其實現在都不是很肯定 我當年是否走這座山 那這裏都有少少迷 剛才走前了少少 就發現不是很對路 那這條路呢 很像一點 那大家要認住 如果不然呢 走到前面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路走 那姑且再試了 那你現在看到這條路呢 就像一點了 剛才真的有一條路呢 看似有路 但實際上應該是迷路來的 那高迷指數 迷路指數是高的 那所以這些路呢 當然在完全沒有手機 沒有GPS 只靠地政總處的地圖呢 去走真的很勇猛 想起來也有點害怕 那我們先看看風景 那裏呢 就是無名的山頭 那其實那邊可以看到 雷婆山和馬安山 是馬安山的City 不是馬安山的那座山 那其實真的現在有了GPS 有了香港遠中路線 現在行山是沒有以前那麼刺激的 那就是因為實在安全了很多 不是百分百安全 但至少安全十倍 那當然啦 不安全其實又好玩些的 那就是刺激些了 就好像現在去旅行那樣 太過方便了 很多東西都可以 什麼都網上搞定 什麼都看地圖 沒有了以前那種 探險的風味 那這條路跟三年前都一樣 鬼影都沒有 一個人都沒有 你很喜歡一個人行山 沒有人吵 這條線簡直是無德 這條斜坡呢 不算很斜的 那就走到較平的位置了 那我們繼續向前出發了 那我現在呢 就有99.9%很肯定 這個就是我以前 很勇猛地勇闖那條路來的 因為太遲了 那我現在繼續呢 平移了 那我走到這裏呢 就看到馬鞍山了 在前面很高的 這樣洞在這裏 那其實一直都看不到 一個明顯的分岔路 那雖然香港遠足路線 就說有分岔路 那我又是很順地 沒有分岔路 那走了去 我手邊那邊 那這個分岔路呢 這裏看得到的 那而地圖都真的有分岔路 那這個分岔路 都會令你走去很不同的方向 那這裏呢 那大家記得呢 就要向右走 因為不向右走 那就是 去不到這一個 那這裏 那我這裏看過去呢 已經看到有人站在標高柱上面了 那我想我想當年都應該是在 那個標高柱那裏 那裏 那證明是對的 那個人站在標高柱上面 那我想我也要走多10分鐘才去到那裏 那他現在身大身手呢 在這裏感受大自然 那我想現在我走的方向呢 跟我三年前有少少不同的 我記得好像我是經過那個 右手邊有圍欄的東西 才到標高柱 那現在我直接走到標高柱的後面 那我想可能當時走了另一條分岔路 不過就條條大路 通羅馬 最後還是回到這個 當年的標高柱 那就快去到第一條標高柱了 那留意這個不是綠巢山的標高柱 當年以為是 那個標高柱好像掉色掉了很多 之前好像沒有那麼 沒有掉得那麼厲害 那我現在就站在標高柱的身旁 那這裡其實在地圖上是沒有名的 那前面見到的就是馬鞍山 那望回去後面呢 那應該是女婆山一帶的地方 那我現在呢就會向前面 那座建築物的方向走呢 就走去這個鹿巢山的 那走到這裏呢 你可以選擇上去建築物看一看 或者好像我這樣呢 應該是我看過的了 所以我就走右邊 那就不用上一上 那我已經走到建築物的後面了 那你見到前面有兩條路的 左邊一條 右邊一條 那去綠巢山就要走 右邊那條 因為一會兒還要在這條路 轉右才去到的 那大家走到這裏一定要好小心 因為呢 左邊呢就要回馬鞍山村的了 那我們呢 是要走右邊 那我開始有些記憶了 我想和上次的路完全是一樣的 只有我剛才記憶模糊 記錯了一個方向而已 我只是過了一個建築物之後呢 那不懂得走 走去馬鞍山村的方向 那覺得不對路呢 就走回頭 就走現在眼前這條比較密林的路的 好啦 那來到我們今天的主菜了 那在前面繼續走呢 就去大金鐘那邊 那右邊呢 這邊可以去綠巢山的 那我們先去綠巢山先 那上綠巢山這條路呢 那些草木比較刺肉的 那大家穿著長褲啦 就不是整個大腿和小腿都會被刮花的 那不算是很密的 那但是那些植物是很刺的 那這條路都很清晰的 沒有什麼分岔路 那一條直路呢 上去呢 就去到綠巢山的山頂了 那大家上山的途中 向左看呢 就會看到對面的綠巢石林 那你看到有些人在爬著 那其實有點奇怪 對面的山其實叫石龍仔山 那這邊才是綠巢山 那其實綠巢石林呢 就不是綠巢山這邊的 那我都暈倒了很久 那為什麼這個綠巢石林 好像不在綠巢山 那當然可能有個解釋 就是對面那座山本身都是叫綠巢山 後來可能改了個名字叫石龍仔 那所以其實那邊 你叫它綠巢石林也有 石龍仔石林也有 那其實叫什麼名字都沒問題的 那大家都知道 那裡都是叫綠巢石林的 雖然它的位置未必是綠巢山的主峰 那你當石龍仔是綠巢山的副峰 那就名正言順了 那到了綠巢山的山頂了 就是這裏了 那414米 有人幫你寫了 綠巢山 那寫得挺漂亮的 那可以看到馬鞍山 那走遠一點 好少呢 還可以看到 另一邊的綠巢石林 好漂亮的一個石林 你看多大 好了 那登完頂了 今天的主菜綠巢山 你見到左邊這條路 其實就是回到梅子林 那我們剛才是由右邊這條路上來的 那我們要沿路走回去 然後繼續走剛才的分岔路口 就可以走到另外的半程了 那大家來到這個位置 有分岔路的 那我繼續向前直走 就會去大金鐘那邊 那我現在就走右邊那條路 下一下這個綠巢石林玩一下 那我走這條路 就很快去到綠巢石林了 其實之前都拍過綠巢石林 那個就是正常的人爬上來的 我這個是古惑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來到綠巢石林的 我們現在可以爬一下 那大家眼前所見的就是綠巢石林 那些石是黑黑的色 灰灰的色 那他們的形狀都挺有趣的 那這個石林就很好爬的 不過就有點危險的 因爬與垃圾之間 每一個石與石之間的垃圾都比較大 還有都比較深的 那不小心是容易叉錯腳跌下去的 那眼前的綠巢石林 其實爬行的路線是任你的 總之你有辦法 找到一個高低叉 不會高過你半個人 你也有辦法爬上去的 那當然是幾危險的 告訴大家 因爲 有時可能走走走發現 是下不去 或者上不到去的 那 是有點高難度的 這個是4.5升 或者最低限度都4升 那 之前都拍過的 都是爬到一隻野 那我現在爬了少少 在想爬不爬到那邊的出口 那 爬上去 真的不要小看石 爬到一堆血 我想被一堆石刺了一下 一堆血 好了 幾經辛苦 終於爬到這個 綠巢石林的頂 接近出路那邊 這裏有一棵很漂亮的 紅葉的樹 這裏可以看到 綠巢石林 是相當之漂亮的 那我的手指尾就包了膠布 那剛才是刺到那些石 那些尖尖就爆了血 那 在這裏坐多一會 就會出回去綠巢石林外面 那 今天全程最驚險 都應該是這一塊的了 那 這個綠巢石林 這一段是未爬過的 那 之前是爬另外那兩個 那這個 上就OK 下 都真的超高危 沒什麼必要大家 真的不要下了 那這裏的風景 真是美麗 那我現在呢 就要離開這個綠巢石林 那前面呢 就有一條路呢 可以繞出去 山路的了 那我們已經走完呢 最難走的部分了 就是這個綠巢石林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走這條山徑呢 就回到這個小路了 那 剛剛有個分岔路口 又移了一陣子 那 根據我過往的經驗 就應該 這邊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就是懶得看地圖 不知道對不對 那 你會不知不覺地經過一座山頂 這座山頂 就是石籠仔 簡單來說 就是綠巢石林 那座山的山頂 那 山頂目標高處 也都 不是很出名 所以沒什麼人知道 那 相信 你相信是山頂就可以了 那 我暫時覺得這個位置 都應該是山頂的了 因為附近都看到一些更高的山 那 這個就是石籠仔 五百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四百五十四米 那 即將會到達非常之出名的獨木舟石 很多人在這裡坐 那 你前面見到的就是這個獨木舟石 是不是 潰形潰星呢 好似 那 前面見到那座山就是大金鐘 我記得我上次看到這個大金鐘 是很開心的 那 那 因為那個岸平那個平原有一堆人 那 我感覺到我呢 終於來開結界了 即是不用在一些 不知道究竟出不出的情況 到處都萬里無人的情況下 走山了 那 所以上次呢 很開心的 差點停了一下 跳了一下 好了 輕輕鬆鬆走到馬鞍山 郊野公園的 很出名的涼亭 這裡是很多人休息的 以前還有人賣水的 有很多條路可以走的 左轉是馬鞍山交流徑 直走是馬鞍山交流徑 直走是馬鞍山交流徑 右走都是馬鞍山交流徑 右走都是馬鞍山交流徑 那我就會走右手邊 那照舊往平的那個情境 就是五眼綠色 有人露營 有人放風震 有人 玩滑翔傘 什麼都有 一直都是走這個 物理浩徑 直到去到這個十字路口 左手邊去北港 右手邊就回梅子林 這裡叫茅平坳 有個平地在這裡給大家休息 這個茅平坳 大家可以一直往前走 因為這裡有個特別的景點 這個特別的景點就是茅平的騰王 之前被人破壞過 不知道現在剩下什麼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就是茅平的騰王 但好像都不太好看 看完這個茅平的騰王 我們沿路走出去 我們的目的地是北港 這條走下去北港的山路 又是有故事的 又是有自己的故事 其實這條路 就是我很早期走山會走的一條路 那時候覺得很驚訝 由馬鞍山走到西貢 覺得走山真的厲害 可以由一區去到另一區 有一次帶女兒走這條山路 那天天氣突然變得一般 走到這裡的時候狂下雨 大雨到不得了 那時候很害怕 帶著女兒狂下雨 地下滑到不得了 你看看這些石 這些石很貴線 還滑了一夜 那時候很害怕帶不到女兒下山 那時候有個念頭 就是以後都不走山 那 那教訓就是 如果天氣不是很穩定 你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不會下雨 那其實最好不要帶小朋友走山 那我記得這條路是走得很辛苦的 因為這些石 一下水之後是滑到不得了 那我還要帶著小朋友下山 簡直是高難度動作 那最後都順利帶女兒下山 除了滑到一夜 拖過去又踏了一夜之外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 不過就是一個很深刻的經驗 那時候很小的 我想只有五六歲 那走到這裡有條分岔路 但是路牌很清楚 就是要去北港的 走右邊 我看回眼前這些那麼平滑 但是斜斜的路 都又有餘櫃 因為濕起水上來 這些路是真的要人命 那這裏就是這個茅瓶古道 出名的竹林隧道 以前捲得再厲害 現在感覺呢 就沒有以前捲得那麼厲害 那所以就沒有那麼隧道感覺了 好了 山路就走完了 然後就會變成石屎路 那這條石屎路就會引領你去北港 然後呢 就在北港那裏有巴士站可以離開的了 那大家記得看到車站位那裏 然後就要轉左了 如果你側走的話 就會走去不知那裏 那基本上都是一直沿著這個 北港路 一直這樣向前走 那就會到這個西貢公路的巴士站 好 那前面已經看到這個西貢公路的車在動來動去 那今天的旅程也都接近完結了 今天一共走了11.5公里 時間就大概用了4小時15分鐘 那首先由這個梅子林路 那上這個的綠巢坳 跟著去了一個有標高處的無名山頭 然後上了綠巢山 再玩了綠巢石林 跟著去到石籠仔 跟著去到岡平 那最後呢 就走這個茅平古道 來到這裏的北港 那看到對面已經有巴士站 超級方便 一走完山就有斜踏了 好啦 今天的介紹路線到這裏 再見 拜拜